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上一集特别提到的是 黑天女神的宜家心法 接着我们往下继续来探讨 有关宜家公法 这个宜家公法最重要的就是 你在打坐的时候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都认了天了 S给我们写者们认了天 就直接让你见性 那你见性之后最重要的功夫 就在于你的打坐 年岁大的打坐不限知识 只要你自己坐得舒服 坐得不紧张 按照宜家公法 逐步的去调整你的坐姿 跟你的呼吸 最好能够把这些 闲天女神 黑天女神 所传下来的这些公法 记得一两记 在你入睡之前 不断的重复这一两记 我们就进入 科里希那 见班杜王子 对有为跟无为 还是未搞明白 没搞明白 于是他又继续的开始说 在有为中 得见无为 在无为中 见到有为 在诸夜中 坚持宜家 谁就算是 最有智慧 这里最需要的就是宜家 什么是宜家 宜家就是 相应之心 相应谁呢 相应你心中的神 而这个神就是你的天 你的高我 还没有走上S街道 道上的学者们 那你要相应于谁呢 最重要的就是 你相应于谁 归于谁 我都跟学者讲 你就静下来 静静的坐着 问自己一句话 就可以了 我是谁啊 不断的问 你打坐十分钟 你就问十分钟说 我是谁啊 这样子问 就叫做宜家 因此呢 等你哪一天 问到了自己是谁 或者你在梦境中 听到了谁在叫你 或者谁在告诉你是什么 你就先抓住 这个是什么 当作是你的自己 这叫相应 这叫宜家 记住 如果你暂时问不到 一定要先记录梦境 我们也建议 你会记录梦境呢 可以试着去 把梦境给说出来 到说梦话的频道去参观 参考 自己也可以在下面回应 这样子渐渐的你可以跟你自己的梦中对话 这个就叫做坚持宜家 那么等你知道你心中的那个人是谁 你在诸夜中坚持宜家 诸夜就是你无论行住坐卧 上班吃饭 做任何事情你都要呼叫你心中的那个人 比如说我们S道上的都认了天了 最重要的你做任何事都呼叫你的保护神 你的天 这样子呢 你渐渐的就能够进入宜家的公态 当你进入宜家公态的时候呢 就是这一句 谁就算是最有智慧 什么是智慧 智慧就是波日 心经中的波日 波日就是智慧 那智慧在哪里呢 智慧在天心 天心在哪里 心经的心座里面明明白白的告诉我们 天心在眼是秋波按送去 眉是无三点点愁 那个无三就是你自己 刚开始会在你眉心呈现出星星点点 接着看宜家公华的呼吸方式 你就会在眉心出现点点愁 这个愁就是秋夜 秋心就是夜心 愁就是秋心 夜心 从这里下手你就能掌握了 接着我们来看 当你掌握这个技巧之后 你下一步要做什么 从事诸夜 舍弃欲愿 心肠满足 随意而安 这一句非常重要 心肠满足 随意而安 虽是有违不止夜果 此事有违亦是无违 诸多贪求舍弃静静 没有欲望而置身心 为借身体从事其业 如此不会罪过染身 这十二级里面就已经概括了 你应该要怎么样在有违中去从事无违 首先 你必须要能够呼叫你心中的那个我 或者是你的天 也就是见性 眉心点点愁 接着通灵义乌 又听黑天女神 讲完公礼之后 又开始讲宜家公华 这个宜家公华就 你打坐的时候要怎么呼吸 他说 去将呼气献给吸气 再把吸气献给呼气 必须控制呼吸气道 专心自治 静坐调息 这个就是公法 公法吸气 记得吸要由鼻子吸 吸的时候要展开胸肌 就是扩胸 吸气 扩胸 扩胸之后将气往上延伸 渐渐的再把呼气吐出来 这个要靠自己慢慢的练 为什么说要控制这个呼吸气道 就是你的气刚开始有五火 我个人是先吸九口气的五火 把身体的能量调上来之后 接着就用吻火 就像我们练剑一样 必须吻呼呼并用 剑才能够练成钢 才能够练成管用的剑 在你控制呼吸气道 就是五火跟吻火同时进行的情况之下 大概在三十六口气之后 你就能渐渐的进入那个静 那个静没办法形容 要靠自己去体悟 这个时候你就可以专心自治的静坐调息 你的呼吸越来越慢 静静的 那你一开始就静坐调息 你调不出来 因为你没有把身上海底伦的能量调到眉心 所以一定要先用五火 将海底伦的能量调到眉心之后 再用吻火渐渐的调息 这个调息就是一点真阴沉海底 这个阴就是眉心的能量沉到海底 再将一点真阳送上天 这个真阳就是日伦的丹田 再将这个真阳送上天 就会出现满天的星星点点 接着就是一轮明夜 冷夜冷光 我们现在就开始来讲瑜伽功法 这瑜伽功法虽然只有四季 但是是文武火的应用 很重要 我们再重复讲一遍 即将呼气献给吸气 再把吸气献给呼气 必须控制呼吸气道 专心自治静坐调息 接着进入调息阶段之后 眉心会出现银雾 出现点点 有的会出现黑洞 旋转 进入紫色的空间 当然也会出现一轮明夜 刚开始并不见得是一轮明夜 它是一个下弦夜 上弦夜 或者是银中有夜 或者银遮夜 各种情境就有 不用去管它 你就专心的把那一轮明夜 或者点点星放在哪里 瑜伽功法告诉我们了 他说 这个时候你要心神 你以双眉间 不以外物换千连 就是你的所有的心思 都要静静的 跟着你眉心的那一点星光 专注于它 不以外物换千连 这个时候你可不能胡思乱想 所以我们就建议 尽量在安静的地方来打坐 当然你日久之后 大饮一室 你在嘈杂之中 你也可以打坐 那这样子你的功力就会更高了 下面告诉你 调气息于两鼻孔 就是最后你很像没有呼吸的 就剩下鼻子感觉有点气息而已 非常微弱的气息 这个时候端坐优如出水帘 我都建议 帘睡大的 或者你一时坐不下来的 你要找那个你坐得最舒服的地方 然后你将头有个靠 你才不会晃 端坐优如出水帘 潜心的意念 都晃在你眉心的那个点点筹 这个时候 欲望会轰涌而上 也就是说 你在这一生之中 没有完成的 或者是你牵挂的 当你进入那个点点筹 会展现出图像 而这个图像有各种各样 甚至于你会看到 你以前种种的过去 这一世的 或者是脸结转世的 你欠人的 人家欠你的 你都要在定中 不为这些图像所诱惑 所以要离切欲望 以寄称 不必害怕 你也不必嫉妒 甚至于你在打坐的时候 恍惚之中 会看到一些 你不该看到的事情 你也不要紧张 你也不可以以此为乐 认为 自己看到的就是真实的 未必 说不准 那就是你欲望的展现 所以不可将这个拿来 作为你知道别人的事情 这一点特别注意 所以要离切你的欲望 因为你看到了 说不准就是你这一世 甚至哪一世 你心中的切磅 或者你心中的追求 它借由你现在认识的 熟悉的人地事物 在你打坐的时候 呈现给你看 如果你把它当作是 对应到现实的某某人 你将会精神错乱而崩溃 所以才告诉你要离切欲望 跟寄称 这一点做到了 你才能克服猪根及心田 也就是你才能够降伏六根 所引发出来的种种相 这个心田就是会在你内心之中 出现种种的你的不满足 所以打坐入境 行官看到的 常常会迷乱心思 因此我们修行者也好 你想静心下来也好 都要背熟柏家环歌 心法 功力跟功法 活门常告诉我们 六根手键 皆为希望 不是没有道理的 只是他们不知道 这希望来自哪里 你读过柏家环歌 你自然就知道 原来是自己 累结转世 或者这一世的不满足 而在悉空之中 在你的图像之中 展现来刺激你 让你能够理解 你的心思在哪里 你这一关如果过了 你才能够做到下一步 叫做 违想解脱 做模拟 了脱生死 出环间 这个就是个重点 如果你这一关没有过 你去打坐 你去闭关 都没用 因为最后你会被你累结 转世的欲望给搞疯 疯的不是别人 是你自己 但是最狠的 最残酷的 是借由你这一次 认识的人地事物 展现出来给你看 这个时候 你如果没有建立 宜家心法 跟宜家功力 你就会认为 那一个人怎么这样子 完了 你的所有的修行 将毁于一代 如果你是情观的 你就会被情观困死 如果你是嫉妒的 你是看不开的 他就会越展现 你看不开的那些物境 来迷惑你 这个就是修炼里面 最大的关卡 今天把这个宜家心法 跟宫里宫法 讲给各位听 因为我实实在在地经过这一段 还好我在1998年的时候 就已经把伯家樊歌背得很熟 读得很熟 因为当时我是在练昆仑神功 一个人苦练三年 所以那一次的所有的不如意 甚至是累结转世的不如意 都在那个时候不断地冲击你 在这样一个情境之下 这个就是功夫 接着我们把下面这一段 再跟各位先读一下 我们下次再做解读 歌中诱约 我是修行享受者 我就是大志在天 无论是人像狗牛 一事同仁 无贵贱 无欲望的遗家者 克制心神喊自我 独自处于幽静处 时时与我相应和 静处为己色作息 切勿过高与过低 他连这个都跟你讲得很清楚 为什么 你要做得很舒服 这一堂就讲到这边 我们尽量用实际修炼的经验 配合伯教环歌的功礼功法 跟大家分享 谢谢 二月早春四冷清 太湖空起暗波闻 贵妃酒醉香池外 犹异当年兵马行 又也长逸席年三夜三 摇池湖伴一桥边 并非财泥交生疑 酒风盛惠巧对联 热闹热闹 上述小令 祭祭是色 祭祭欲是空 正是色 即是空 空即是色 goog 就是 一 二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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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lding